欢迎来到美厅 重塑心态就是在改写你的命运 美国演说家海莉曾做过一项调查 她发现美国的合法移民成为百万富翁的概率是本地人的四倍 不论男女和种族无一例外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距呢 原来这些移民刚来美国时只是抱着德国且过的心态想混日子 但来了之后发现报纸上到处都是招聘广告 连最低薪资比起其他国家也已经是最高 于是他们一扫之前的颓丧积极地投入到工作中 心态上的转变也让他们成功的概率不断增加 最终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西方有句名言 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我们是谁 而取决于我们持有怎样的态度 人的命运往往是由心境决定的 换个心态其实就是在改命 你认为的命不好 其实是心态出了错 曾看过一篇报道 说的是人类每天会产生一万二千到五万种想法 并且大约百分之八十的想法是负面的 这会导致人在预事时常常会忽略现实 本能地向着最糟糕的结果去思考 但不同的是 积极心态的人能跳出这种既定思维 看到事件中好的一面 而消极主义的人 则会沉溺在悲观的想法中 对自己进行批评和否定 心中没有了希望 人自然就失去了努力的动力 在丧气的加持下 悲观者的命运也必然走向惨淡的结局 心态书中讲过一个小故事 有两个人在沙漠中迷路了 他们走了很久 谁也喝完了 其中一人还因为中暑瘫倒在地 同伴健壮决定自己去找水 他把枪留给了中暑者 并嘱咐他每两个小时朝空中放一枪 枪声会指引自己重新找到他 时间慢慢过去 中暑者开始怀疑他能找到水吗 会不会抛下我 自己走了 到了傍晚时分 还不见同伴的身影 中暑者越想越害怕 满脑子都是突就着实自己的画面 终于 中暑者崩溃了 他拿起枪 将最后一颗子弹射进了自己的太阳穴 枪响后不久 同伴领着骆驼商驴赶来 却只找到了中暑者温热的尸体 杀死中暑者的 其实不是那一颗子弹 恰恰是他悲观的心境 道圣和夫曾说 人生的所有不幸 没有其他原因 都是由自己的内心吸引而来的 有时候你的命不好 并非处于外因 是你心中的绝望 吸引来了厄运 是你对自己的消极判定 让命运走向了不幸 很多际遇都是由自己造成的 你心态不好 人生自然不顺 换个好心态 好运也会被吸引而来 美国成功学大师拿破仑 希尔讲过这样一个案例 有一个年轻人 在一家商店工作已经四年 他经常和朋友抱怨 说这家店从来不器重自己 这么多年 工资还是一成不变 眼看着其他店员都晋升成了店长 他觉得自己毫无机会 整日消极百烂 朋友劝他 与其痛苦地熬日子 不如换个心态 反正都这样了 何不让自己快乐一点呢 年轻人听完 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他一改往日的丧气 学着用乐观昂扬的姿态 去对待每一位客人 这天外面突然下起了雨 一位老妇人没带伞 慌忙静电躲雨 其他店员见他浑身狼狈 也并无购物的意愿 都对他视而不见 年轻人却热情地上前打招呼 并告诉他 就算不买东西 他也是受欢迎的 老妇人深受感动 在离开时 默默记下了年轻人的性命 几天后 老板把年轻人叫到办公室 并向他出示了一封信 是那位老妇人写来的 信上要求该公司派代表 去外地谈生意 并指定年轻人去完成 原来 那位老妇人 正是钢铁大王卡奈基的母亲 她看中了年轻人的热忱 认定她定能干出一番大事业 而年轻人也不负所望 最终顺利得到晋升 拿破仑 希尔对此总结道 很多结果都是由心态决定的 而调整出自己良好的心态 是我们迎接成功所必备的前提 很多时候 人不是没有机会 而是颓丧的态度 让自己错失了良机 因为心态上的消极 会导致行动上的怠慢 让人的结局像宿命般悲哀 但其实 好运一直摆在你面前 只不过是你拒绝了而已 想要命运有所改变 往往要从重塑心态开始 摒弃负面的想法 转换为你的心境 用热情的姿态去面对生活 哪怕前方尚穷水尽 你也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柳暗花明 内心越乐观 命运越不会辜负你 哈佛大学做过的一项调查表明 决定一个人成功的概率 15%取决于他的智力和生活经验 剩下的85%都源自他的心态 换句话说 一个人的人生成败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心态决定的 心态不好 哪怕你条件在优秀 遇到挫折也很可能一蹶不振 学着像弹簧一样 不惧失败 借力蓄力 无论遭遇什么 你都能成为那个笑到最后的人 19世纪初 美国西部掀起了一场 声势浩大的淘金运动 有一个年轻人 刚一出生就与这个大发横财的时代 擦肩而过 中学毕业后 他又赶上经济大萧条 不得不放弃学业 去搞房地产维持生活 但房地产生意刚有了起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开始了 他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以后 他开始四处打零工 做过汽车销售 也当过油气工 可无论他从事什么行业 都难以获得成功 到了1955年 年过半百的他回到了家乡 依然一事无成 换作旁人 半生奋斗 却未成就任何事业 肯定自认倒霉 然后得过且过地 熬过下半生 可他却始终不肯向命运妥协 反而越战越勇 在别人一样天年的年纪 仍在积极地寻找商机 这时 他发现邻居的汽车餐厅生意很红火 认定这个行业很有发展前途 于是在52岁时 他决定重新创业 这一次 幸运女神眷顾了他 短短几年 他的汉堡生意就做得风生水起 这个人 就是麦当劳的创始人 雷蒙·克罗克 听过一句话 如果你认为会失败 那么你已经败了 如果你认为不敢 那么你肯定愁出不前 如果你想获胜 却认为无力制胜 那么几乎可以断定 你与胜利无缘 人的命运 从来都是由自己决定的 而改命之法 也永远掌握在你的手中 都说心态决定命运 但其实 是你对成功的相信 让你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是你对胜利的执着 让你赢过了大部分人 重塑自己的心态 也许不能立刻看到效果 但你的精气神 会让你无惧人生的挑战 你的正能量 会照亮你前进的方向 凡事都往好处去想 你就一定能跳出自我的限制 创造出更多的可能 林肯曾说 成功始于觉醒 心态决定命运 很多时候 命运的走向 就在你的一面之间 面对人生的难题 你若用消极的眼光去看待 就会放大它的难度 让情况越变越糟 当你能用积极的态度 看待一切事实 你的人生就已经在 悄悄发生改变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